借女儿满身伤 付借酒振作 桃园这一名苦命的小学三年级女童 因为她的爸爸嗜酒如命 家里有一段没一段的 她妈妈受不了离家出走 邻居不仁女童跟着爸爸受苦收留她 但她爸爸常忘了还要负责任 只有偶尔拿钱给收留的家庭 还经常酒后闹事 出入监狱 没想到去年收留的邻居妈妈个性批变 女童被打到伤痕累累 上个月她的父亲出狱 找到打零工的工作 一天可赚一千多元 学校和社工评估后 认为女童还是要回到生父家 一名曾看女童父亲肯谈过的社工说 上个月两次的访谈 已闻不到她身上的酒味 看得出她要振作起来 希望她可以弥补女童受创的心灵 善尽父亲的职责 栋新闻桃园报导 向苹果爆料最有力 照片一千元 影片两千元 奖心送给你 我再捐款 每周点约数最高前三名 就送你iPhone6手机 人人都是记者 爆料一举数得 爆料请打电话或APP电邮等各种方式 我再捐款 我继续